不要碰我 讓我見到你和另一個女人在我的床上 我怎麼原諒你 不過我知道你今晚有一宗大爺 你見不到我 我不安心她 讓我回來 英俊究竟可以有多離譜 前一秒被女兒捉姦在床 下一秒幾秒又敢死幾人在等她 這一個男人中的典範 他叫唐俊 作為銅鑼灣的渣筆人 憑藉著無與倫比的槍法 江湖人稱他為黃金右手 而今晚的任務就是要去倒這個 台兄弟勾而嫂的混蛋黑牛 唐俊手下有一個得力猛將 就是眼前這位灰灰索索的大蝦 他不僅是大德 而且還非常崇拜自己的大佬 你又混蛋 一位慈雲山大蝦哥說話都不行 你說吧 蝦哥 甚麼蝦哥 我幫你胡說話 大蝦你弄甚麼 上車 快 再讓我見到你賣過期的中華英雄 我還跟你散當 我不是開玩笑的 他其實只是一個底層的兒大陸 但是今晚的任務 即將幫助他 成為唐俊身邊最信任的一個人 他們才來到唐俊身邊雙龍龍對策 唐俊拿出黑牛所在電影院的地圖 做出精密的部署 為了引開黑牛身邊的小孩 他在兄弟面前 親身小典做一出狼來鳥 世帳會 我欺負你給人聽啊 甚麼話 大哥被人逼啊 撈架槍 聽到自己大哥被人吃 所有人立刻把架槍殺到過來電影院 結果可想而知 來到之後才發現被人玩了 被黑牛吵了一輪都不得死 還白白吃了他一巴掌 搞定完這邊之後 唐俊和大蝦開始吩咐武器準備開戰 可惜作為一個最底層的騎尼啡 他分到的只是一支祖船的水喉通 事不宜遲 唐俊帶著手下的鑰匙正式開始行動 將影院的後門鎖上之後 他來到抓著波的黑牛身邊 拿起槍手槍打爆他的頭 可惜這一幕剛巧被他發現 他立刻抓起身邊的女兒幫他擋了幾槍 一番搏鬥下來 黑牛走到後門發現 洞門已經被人鎖住了 危急之下 他立刻把電話打了出去 哎 哎 我扶你老母 還想點我 既然沒有人來救 他唯有靠自己 之後他果斷來到後巷裏面 指揮最後的手下 和唐俊來一場生死決戰 可是面對著有西瓜島家城的唐俊 眼前這班KD非根本就沒有還手之力 輕鬆搞定這班人之後 黑牛早就消失了在時戰盤雲裏面 另一邊 守在後巷的大蝦還悠閒地 印象一間過期的中華英雄 突然一個雷聲打斷了他 算下一看 發現受傷的黑牛竟然向他走近 可惜他現在手上只有一支水喉筒 看著地上類似手槍的爛鐵 他突然凌機一動 鬼鬼 突然塞上我的頭 放手槍射槍 不要過來 放手槍射槍 放手槍射槍 塞上我的頭 你吃溫仔反溫 你這個行車可死有餘工 Hedry 我隊面有五十萬Cash 叫你放我走的 除了 我愛你 你學得了 不要來 我愛你 我愛你 超級黑牛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